自人於死 正要將其代步歸案 還不讓開 新聞大人如此肯定 想必也有證據了 诶?證據? 诶?對對對 那這木匠 在屍體被發現那個死臣 一直說在家中 這不就是最好的證明了嗎? 老婆到一個死臣前 從我家離開 所以這段時間她一直待在家裡 憲慰大人 在下有一次請求 你還有什麼話說? 這屍體才被發現不久 想必還未經 這怎麼念? 武作勘驗 我可有說錯 嘖 的確如此 此人被發現的死臣 也許正如關你的屬言 但與何時頑固 卻還沒有定論 貌然將人帶走 一不合力 二不合力 三不服眾 請讓在下 調查縣長 那我還是無法訪駁你的說辭 協議清遵 哼 跟以前朝中某個姓諸葛的一樣 滿口胡言 雖然上頭吩咐 吩咐我把人帶走就對了 但 我都要看看 你們這些滿口推的傢伙 有什麼能耐 老高個性缺諾 絕不可能放下此案 現場肯定有什麼證據 能說明老高不是犯人 不要放過這裡每個角落 仔細搜索吧 呼吸全無 也摸不到麥 看來卻是一鏡 我過分 我在成功中長那麼大 頭一次看到有人 怎麼做呢 每個波都看一下吧 沒有明顯的致命外傷 也沒有血跡 衣物完整 沒有拉扯的痕跡 手腳也沒有折斷 不過老後有輕微的凹陷 似乎有被中物擊打過的機箱 但現場沒有看到行兇的兇 行兇的器具 難道 是被藏起來了嗎 這是 某種草 還散發著某種淡淡的香味 為什麼這人鎖中 握著一齣小丑呢 下百上 沾滿了泥土 那上半身 卻很乾淨 這些泥土 會不會是掙扎過程中沾上的啊 會不會是被 屍體被拖 拖到外面的 剛剛明明只是踩了一下 劍前的泥 卻把上身的盔甲也弄髒了 昨天才清洗乾淨 這下又要再洗一層 噢 所以是屍體被搬到這邊的吧 嗯 屍的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接下來 就等之後的無作的正式勘驗吧 那是武作還是楚作啊 噢 打換了水桶 沒有 矛盾之處 倒下的位置嗎 嗯 有小貓 痕跡成現狀 看起來是有什麼東西拖行造成的痕跡 而且上頭的雜草還是鮮綠的 也就是說 這是最近才造成的 斷在老高家的庭院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不會是貓吧 你想說什麼 現場是否有發現 足以形象的物事 不簡單嘛 還會來問這個問題 不真誠的讚美 就省下吧 哼 抓到這傢伙的同時 他手上都拿著一顆石頭 那個大小 絕對足以致能於死 肯定是行凶之後就被立即發現 所以來不及丟掉 能否救我一關 哼 尿尼也看不出什麼端尼 這就是作為兄弟的石頭 看起來邊緣變磨得相當銳利啊 喔 再告訴一些壞消息吧 方才犯人已經承認這個石頭 確實是他的東西 什麼 如此罪證確鑿 好 你還想為這種人開罪 白族之蟲 死而不強 哼 差完了 那就讓我聽聽 你要如何掙扎吧 推理開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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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才對 嗯 先問到了人家以為 便算 你出了十二成立 也都不過咱們諸葛大哥的 哼 小兩口一搭一唱的 誰來嘲笑我這單身漢嗎 在下的各位 都是單身漢呢 官場的人都稱我鐵齒 GKEY現衛啊 不過如果那位姑娘能幫我介紹對象 我倒是可以口下留情 祝個大哥 我爹姐姐看著唷 很讓人失望的 姐姐 欸姑娘 你要姐姐嗎 他介紹給本官了 只要能脫單 這性高的抓不抓都不重要了 欸大人 哼 不管如何 我是不會讓你把老公給抓走的 更別說要介紹樂您呢 不錯啦 這是震驚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搞笑的台詞 可以啦 我可以接受 哼哼哼 你們聽好啦 根據我們現場勘草的結果 本案一定是這樣的情況 犯人手持作為兇器的石頭 一頓一頓端擊打了被害者的頭腦 是其喪失的性命 看到被害者平常的衣服了嗎 這只說明了一件事 死者是被一擊斃命的 根本來不及掙扎 可守之方的兇手因為太過金框 所以拿著石頭帶著原地 才被立即趕到現場的我們 當場抓獲 這傢伙真的很喜歡指著對方的鼻子說話 諸葛大哥怎麼樣 這段話有什麼矛盾之處嗎 嗯 不必掙扎了 根本沒有什麼矛盾 這句話是否屬實 應該由我來決定 那你就說說看 我方神的描述有何矛盾 別急 這就開始 嗯 諸葛大哥 沒問題吧 阿雲 諸葛家論辨的教教之一 是現場不成說謊 不過老高並非犯人 那剛才的描述中 一定有一些著 存在著 與方神現場調查不合的狀況 對可疑的描述出是所中的證據吧 哼哼 哼哼 OK 犯人手持 作為兇器的石頭 理論端擊打 被害者的腦部 理論上 應該會用銳利的那一段打吧 不會用 比較盾的那一段打吧 一看就知道的事情 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可大了 因為這塊石頭 根本不可能是放岸的兇器 什麼 第一 老高拿著這塊石頭 無論哪邊 都非常鋒利 幾乎找不到圓盾的地方 喔 是因為都是圓盾的地方 喔 是因為都是鋒利的 第二 如果依你所說 這塊石頭果真是放岸的兇器 那就與現場的某個狀況 產生了矛盾 矛盾 聽好了 現場這件事情 就可以說明這個鋒利的石頭 與本案並無關聯 這個 這是 只要仔細 仔細的 觀察現場 便會發現 無論地上還是人 都完全找不到血跡 但這鋒 但這石頭如此銳利 打在人的身上 人不造成傷口嗎 欸 這這這這 這個 由此可見 真正的兇器 其實 你有他物 如果這石頭 並非真正的心胸物事 那即使石頭的所有人是老高 也沒有辦法 說我們些什麼了吧 可可可可惡 欸 打人 這時候要叫他出來了吧 原本以為那用不上的 沒想到 哼 別以為這樣 就是洗脫老高的嫌疑 我們這邊可是有目擊者 讓他出來吧 我現在在法庭爭論是不是 告訴我們 案發錢你在哪裡 又在做些什麼 呃 呃 附近出場 好 那你看到的事情 一一到來吧 那就 請你把看到的事情 說一遍吧 呃 到了 哼 那你就放膽說吧 呃 草民多膽 嗯 我都看到了 當時我正在附近出場 我聽到 蹦 的一聲響起 我腳頭一看 就看到那個老高的傢伙 拿著石頭站在門口 把另外一個人倒在地上 呃 真可憐啊 被核狠打那麼一下 他一定是 當場被擊倒 記得就沒氣了吧 那個聲音 就是被害著倒地發生的聲響嗎 當然是這樣了 這傢伙也挺機靈 知道我剛才證明石頭 並非兇器 所以我換了個方式 描述剛才見到的事情 不過 聽他這麼一說 倒是讓人放心了 這是令人衝一口氣的呢 做個大哥 哈哈哈哈 不錯 破綻這麼大的說辭 真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呃 這這這 別慌 這傢伙絕對只是在虛張聲勢 是 虛張聲勢 哼 那我們就速算速決吧 當場被擊倒是嗎 呃 對 被打到之後當場倒地而亡 嗯 那就不對了 各位 請看看這個小庭院的地面 呃 地面怎麼了 當場調查此人時 一旁的牙翼 無意見說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只是踩了一下 泥巴 就能飛進到上身的盔獎 可見這現場 的確是凝膩不堪 那又如何 如果這位村民所言屬實 在如此泥泥的地面倒下的話 就不可能只有下擺沾上的泥土 這個草包 憲委大人 我認為這個院子 並非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此人是在抹住被害後 被拖來這裡放置 如此才能解釋為何只有下擺 才沾上泥土 剛才你提出兩件事情 第一 是石頭並非凶器 另一個則是此處 並非案發的第一現場 但被害的 的確在此處被發現的 這傢伙 還是無法洗脫他的嫌疑 除非你能告訴我們 案發的地點是在何處 老高才算是 有不在場的證明 不過 這根本辦不到吧 這也太強能說完了吧 我們這麼晚才看到這裡 怎麼可能 阿瑜 話別說得太早 案發的地點 我的手上應該會有什麼線索才是 怎麼樣 要告訴我被害者是哪裡遇害的嗎 就差最後一步 這邊絕對不能退縮 將案發地指出來吧 花圖 沒錯 被害者就是在該處獄害後 被拖到老高的屋前丟下 這次屋中的老高發現屋外 好像發生什麼事情 這才出門查開 正好被這位村民撞見 你 你有什麼證據 能說明這次已經 是經過你指出這條路徑呢 到底要消毒久了 這件事情 就是遇害者 從花圃被拖醒而來的證據 就那個水桶吧 是 童子 你沒跟我開玩笑吧 就這個童子 能代表什麼 請看看童子倒下的方向 有花圃過來的路徑是一致的 什麼 真正的犯人 將被害者從花圃被拖過來的這個過程裡 撞到擺在這裡的童子 如果是從別的地方拖來 就算碰到這些童子 應該也會倒向其他方向才對 應該也會倒向其他方向才對 哦 為何現衛還是一副號在以下的樣子 還據點我 真是精彩的推理啊 哈哈哈哈 嗯 不過 要是你能再現實一點就好了 哼 什麼拖醒 真是笑死而已 看清楚 被害人周圍跟我們一條 像是脫席的痕跡也沒有吧 真不推你能講出這種話 要如此主張 就得拿出證據 哈哈哈哈 欸我配錯了 感謝艾恩的訂閱 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 本以為你會有什麼驚人的發言 殊不知 我就在等你這句話 用藥人不知 除非幾 莫為 真正範的 的確抹去現場可行的痕跡 但也許時間衝吧 他漏掉了一個關鍵的地方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草堆中留下了一段痕跡 這痕跡好巧不巧 就斷照著花圖與老高家院子的交界 雖然那邊有許多貓果出沒 不過觀察一下痕跡的形狀 就能知道那並非是動物的足跡 不是動物 什麼 不止如此 還有另一項證據 證明這位被害者的確 的確是經過花圖和盜死的 還有 還有 這是最後一集 徹底推翻官員 和這位村民的說死吧 關鍵 即是被害者手中握著一撮小草 青草 那要如何 而這一撮青草 以花圖前生長的草 都散發著一股淡淡的香味 等等祝國大哥 應該不會想說 限位達人 我要再次揭示一個全新的狀況 這個被害者 恐怕 還存活著 活著 各位可以想想 為什麼這一小撮雜草 會出現在被害者的手中 犯人在蠻亂的過程裡 絕不可能還刻意去摘下青草 塞在被害者的手中 那麼 這撮草會出現在他手中的原因 就只可能是他在被拖送的過程裡 自己摘的 那方向已經看過 但確實有氣息脈搏 虎林之上 炸死的案例不在少數 也有各種偏門內功心法 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所以 在無作確認死人已死之前 你是不能以殺人嫌疑 帶走長空尊的 帶走長空尊的任何一個人 可可惡 可惡 火座何在 剛才通報說今天到別處看夜 沒辦法過來啊 哼 把這被害者帶上 我們走 A14 總算是將人保下來的 如果大哥 我已經距像到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我也只是陳述眼前顯示的真相罷了 咦 你在假裝正面的樣子 躺不過我的法眼的 好 結束了 都沒事嗎 好 這邊就不配了 我累了 會不會後面還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啊 這樣子我頭好痛喔 你知道嗎 下班回家玩遊戲是為了休閒 不是在這邊推理的 不能放空 放空玩遊戲嗎 嗯 玩天天節 玩天天節索遊 也不能放空 玩天面情欲惡 也不能放空 這邊跟主線應該有一點點關係吧 秘密盟會 秘密盟會 對啊應該是跟主線有一點關係吧 好 結束了 也不安靠 吃了 呢 к 他看著 又能帶著 所以 然後 座牧 這個 那個 他看著 可以 看著 這 看著 2月29號 剛好是7的倍數 蛤 不是 機會10層 好 越來越 越來越 清楚了哦 如果這個只是支線齁 就搞這麼大一個 我真的頭好痛 這樣子我大概玩這款遊戲要玩多久 強迫吧 我們回到村長宅地齁 再看一下之前的書 書換了 看天猛常攻智慧 欸感覺跟主線有關係呢 好像全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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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沒事 他要繼續哦 也要打架了 我打得贏嗎 OKOK 終於要結束了 阿瑜 我愛你 這個長空盾 不管對祖父對爹 對娘還有我而言 都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 我知道 無論他們在館場 在江湖如何刺炸風雨 終究還是寄望著一個貴宿 在諸葛大哥而言 也是這樣的嗎 嗯 現在這裡還多了 才以阿瑜還有你 雖然祖父 爹 娘都走了 但他們肯定希望 無人繼續守護這個村子 守護這個 最寸服的初心 最初的感動 阿瑜 回去吧 到采宜那兒等我 啊 突然想到一件事 姐姐上次曾在信中 也許不久會回來村子一趟 所以諸葛大哥 您一定要平安回來 不許讓姐姐傷心 知道嗎 明白 阿瑜 我走了 嗯 嗯 壯士一去 息不復返喔 祝賀大哥 雖然終究我還是沒辦法說出口 只要能看到你跟姐姐幸福 又合法 你說是吧 嘖 你問誰 問我嗎 集會的地點 應該在偽模擬教堂出口旁邊的空地 謹慎前進吧 必須儘快找面 看天魔長空之會 現在沒有時間回頭了 此時 兩根小兵臉 無可奉告 阿瑜 追得不住了 他們很強嗎 你意決鬥 都在我的計算上 都在我的計算上 哼 简直無破 你去同壁當車 為什麼 你們 阿瑜 國術 嚇 喔 OK 惡惡元素的存長 勾結燦天蒙 妄圖 我控制村人會看天謀效命 你 醉無可塞 高姐 從來就沒有那樣的事 哼 果然是如此 不管你是調查你的宅子 還是老高家的事件 都不可不讓我起 你 真的是從前那位村長嗎 誰知道呢 惡徒 受死吧 才剛出了一個叛徒 你也就送上門來的 正好 給我殺 劍徒無可 去逃避當車 劍徒無可塞 嘔 勍徒 嘔 嘔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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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冠滿營 付出代價吧 結束了 終究 還是沒能救回所有的村民 阿語 阿語的聲音要換一下 才藝 阿語,你不為何 圓圓回家之後 便一直做音難安 若娘的一看就知道放在相思 娘,你說什麼了 人家才沒有 這個大哥 阿娘說的話可千萬別當真 嗯 我已經保物了 蔡依 是不是某些人 住地不配享有幸福呢 嗯 當年 爹為了朝局犧牲了自己 也犧牲了我與娘 現在無人讓村人 每次看天魔荼毒 犧牲了郭叔,慈秀,有神等人的性命 為什麼 總是只能這樣 阿語 你能夠這樣做對不對呢 如果沒有別的選擇 當然是對的 但我不禁會想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才沒有辦法讓所有人得救 而我認為對的事情 難道 就真的對的嗎 傻孩子 世界上面有兩拳的事 天上的太陽月亮 他們都很美好 卻沒有辦法出現在同一片天空 人 又何嘗不是 蔡依 阿語 我知道你雖然認同你爹的決定 但心裡多少有些怨對 所以你才會懷疑自己 因為你心中也希望著 當你的神燕霞與諸葛允 能站在得救的那一方 那兩件事本質上 就是矛盾的 所以阿語 來找我談的時候 我才沒有反對他的決定 原來爹 你迷惘過嗎 嗯 阿語 長空中的事情告一段落 也該繼續你的旅程了吧 嗯 不過在此之前 我還得去一個地方 是該如此呢 你要去掃墓吧 我已經保物了 爹 至今 我才算開始有點理解 為何寧可拋下娘 拋下我 要讓這個天下太平 我想我的這句話 等了肯定很久 很久了吧 煙燻過的墓碑 似乎寫些什麼 謝謝你 爹 我很幸運 能生為你的兒子 能生為你的兒子 哦 解滅通吃的任務完成喔 難道 最後的結局 會一個解滅洞 爹的木旁 是否還有一本心法與武學秘籍 哦 有些 啊 只能選一個喔 好煩喔 棍 刀 我選棍好了 好 新的東西 好 就這樣 掌控節結束 剩下是金燃之地了 好啦 就這樣